李更新今年28岁 他体格精壮 身材健美 身边的朋友都对他羡慕不已 可三年前的他却是一个标准的小胖堆 我体重最大的时候是110公斤 总觉得身体乏力 头晕 我身边的朋友跟我说 你是不是身体出了毛病了 让我上医院看了你 李更新一直被症状困扰着 便抽时间去医院做了检查 等结果出来后 李更新着实地捏一把冷汗 大夫说我血糖也高 血脂也高 血压也高 大夫说这些结果都是跟胖有关 由于肥胖影响了身体健康的李更新 下定决心一定要减肥成功 在网上查预相关资料时 被一种快速减肥法吸引住了 他们那个快速减肥法写得特别诱人 说一个月能受二十多斤 我自己也觉得悬 后来一跟朋友们一商量 他们也觉得不靠谱 我们在网上搜索关键词减肥的时候 会出现很多宣称快速减肥的方法 减肥兴器的人不免就会被吸引 那么这快速减肥法真的可取吗 健康的减肥速度到底是多少 那其实这种快速的减肥方法 是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 那会带来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那比如说会造成这个营养不良 会造成低血压 低血糖 缺铁 那甚至造成蛋白质的缺乏 会表现在外在表现上 比如说会造成皮肤的暗淡 皮肤的枯燥脸色的暗淡 还有失眠健忘 还有其他的一些健康的问题 正常的减肥 应该是一个月能减个两到三斤 是合适的 那如果是特别肥胖 如果想减肥减得多一些 那么减肥也不要超过十斤 我们在减肥的过程中切记贪快 过期的快速减肥法 可能会影响身体健康 反而得不偿失 李更新自己查阅资料后 制定了一套节食减肥方案 每天是严格计划进行 可没多久身体就吃不消了 一开始减肥的时候 每天都是干劲十足 练得多 吃得特别少 就感觉身体吃不消了 乏力 精神状态都不好 一说到减肥方法 我们都会想到 要少吃多冻 摄入的能量少了 消耗的能量多了 自然就会瘦下去 那李更新的不良反应 又是怎么回事呢 很多人为了快速减肥 采取过度节食的方式 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 长期来讲 会造成营养素的缺乏 会对身体健康 造成很大的危害 那么应该做的做法是 在饮食上 吃一个七八分饱 就可以 另外还是应该多摄入 能量密度比较低的食物 比如说富含塞子香味的食物 比如说 荞麦 燕麦 那么这样的炸粮 山药 还有紫薯 红薯 还有一些炸豆 所谓少吃多冻 需要少吃高热量食物 而不是一味的结食 可以适当地增加低能量密度的食物 做以补充 以避免身体长时间 入部付出而产生不良反应 少吃主食是很多减肥人士奉行的规则 主食热量高 吃了容易发胖 听起来似乎有道理 那么 是否可以用别的食物完全来代替主食呢 长期不知主食 对身体的伤害 还是比较大的 那这是因为主食 可以给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 包括我们的身体的功能 包括我们大脑的功能 那么主要就是 需要依靠碳水化合物 而且这个 碳水化合物的功能 它比较清洁 最后分解成 产生二氧化碳和水 它不会产生废物 不会对我们身体 造成伤害 主食所提供的碳水化合物 对身体健康有重要作用 所以不可为了减肥 而用其他食物取而代之 现在很多人都崇尚苗条美 喜欢将减体重挂在嘴边 那么 真的是想要苗条 就得减重吗 很多人不太知道 自己是不是应该减重 觉得身边的人在减肥 自己也跟风 就应该减肥 其实是不是应该减肥 我们这里有一个指标 那这个指标有一个 BMI的这个数值 BMI指数 即身体质量指数 是用体重公斤数 除以身高米数平方 得出的数字 是目前国际上 产用的衡量人体胖瘦程度 以及是否健康的一个标准 那如果你的体重指标 也就是BMI指标 在18.5到24之间 就不需要减重 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觉得 对你的体型不满意 那就可以通过减脂来实现 不管是减脂还是减重 都需要饮食和运动双重结合 谈到减肥运动 我们通常都指的是有氧运动 比如慢跑 快走 游泳 骑自行车等 它是一项 以有氧代谢为主的耐力性运动 提高人体新陈代谢 可以促进能量的消耗 避免机体 能量过剩 而转化为脂肪基距 既然有氧运动易于减肥 那我们是不是只进行 有氧运动就行了呢 我们一般人一说到减肥运动 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跑步这项运动 跑步这项运动呢 它是一种很好的有氧运动 但是如果你跑的时间过长的话 你的肌肉会跟着你的脂肪一起去分解掉 这样的话 我们人体整个的基础代谢值就会下降 基础代谢 是指人体维持生命的所有器官 所需要的最低能量需要 单一的进行有氧运动 会消耗肌肉 降低人体基础值 反而会影响减肥效果 那么我们该如何调整呢 我们要进行一些抗主性训练 力量训练 这样的话 在减少你的脂肪的同时 能够增加一些你的肌肉的含量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两个简单的 抗主性运动的动作 第一个动作是自重深蹲 两脚分开 与肩同宽或者略宽于肩 脚尖微向外 我们双手可以放在肩上 这样你往下蹲的时候 膝关节是要与脚尖的方向 在同一个方向上的 往下蹲的时候要注意 翘臀 趴腰上身不要往前 当大腿与地面呈平行的位置的时候 我们起来 介绍一下上肢的抗主性运动 我称 双手扶在地上 与肩同宽或略宽一肩 脚 脚尖着底 整个身体要平 不要塌腰 不要弓腰 收紧你的核心的部位 须要停下来 往下是吸气 往上是呼气 运动会提高人体的新陈代谢率 但其效果最多只有两天 因此运动最重要的是要持之以恒 如果不能每天做 最少两天也要做一次 对于一个极度胖的人 即使是走路可能都是很大的负担 因此选择运动种类要量力而为 还是要以身体能负荷为主 逐渐加大运动量 避免心脏肺脏复合不了 或是肌肉关节受伤 很多人减肥是为了更美 其实减肥真正的意义在于健康 肥胖会引起一系列的健康问题 减肥需合理控制饮食 适当增加运动量 不可盲目听信一些偏激的做法 这样才能健康的减肥